葉文師傅,原名葉繼文,佛山人士,七歲就開始拜南海拳王梁讚的弟子,陳華信,即是俗稱爪前華的遺師,學習詠春。 之後就再跟師兄不中掃,和梁碧深措拳計。 在四九年,移居香港,開始教述詠春拳術,由於他功夫了得,所以拜師學藝的人多到不可聲掃,掀起了一股詠春的熱潮。 而在一九七二年,葉文宗師就語世長詞。 在香港短短二十幾年,已經將詠春拳術法約光大,成為香港武術界其中一個主流派。 葉文宗師認為詠春拳是需要理論和實戰兼備的。 當年,他大部分的徒弟都是中學生居多,不過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學功夫的。 學生居多是非常廣泛的。 詠春拳除了在香港之外,在外國一樣感受歡迎。 可能很多不少都跟李小龍有關。 詠春也算是香港最熱門的功夫門派之一了吧。 據說,學詠春的人全世界有百萬多。 為何詠春拳這麼國際化呢? 這件事真的要跟一位詠春大師的努力有關。 他個人的徒弟是遍佈全世界六十幾個國家, 而且還是晉升級別制的始創者。 這件事。 梁廷師傅,你很緊張將國術、中國的武術去海外發揚光大。 為何你有這樣的心? 這樣的話,我從小就被人欺負。 看那些七含五二、光肺玉, 我看得多。 我想,我被人欺負,我真的要學功夫了。 等到我學功夫的時候,就開始有這個柔道。 為何別人柔道,又有分級又有分制, 又可以宣傳得這麼好。 為何我們中國功夫博大精深,這麼多門派, 甚麼理由我們居然不能上位呢? 我們是亞洲功夫之父,亞洲武術之父來的。 為何不存呢? 所以我自小讀書,我在想, 傳過去,我們應該要有一天, 是可以跟他爭一天之長。 梁師傅在七零年創製的級別晉升制度, 簡單來說,可以分為三段十二級。